而全球气候暖化情况之下 台湾的气温现在比过去真的升高很多 气象局说台湾地区9月跟2月的平均温度 已经是100年的新高了 不过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 跨年夜和元旦的曙光到底这个天气会如何呢 由于到时候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云层会变厚 今年如果要看日出 您恐怕得碰碰运气